赵益创新能否完成半导体国产替代的历史使命 它核心的成长战略又是什么呢 在半导体国产替代化的进程中 国产厂商基本分为两个阵营 第一是借助并购 快速跻身到一线龙头的地位 另一方则是避开与巨头的直接冲突 积累优势后再逐步追赶 赵益创新选取的是第二个阵营 它的核心战略是利基战略 利基战略 以专业化战略为基础的一种复合战略 企业选定一个特定的产品或服务领域 集中力量进入并成为领先者 我们先通过产品线来比较这种战略的效果如何 随后总结未来的增长动力在哪里 2022年公司上半年营收47.9亿 分为三大产品线 重储芯片加微控制器加传感器 营收占比分别为59% 37% 4% 传感器业务是2019年收购私立威后新增的业务 主要产品为电容触控芯片和指纹识别芯片 这块业务的可比公司是汇顶科技 但由于占比不高 但且不作为本次分析的重点 存储芯片及对标公司 在之前的半导体市场大棋底一棋中 我们介绍过半导体市场的全景图 整个半导体市场中 存储芯片占比约三分之一 而在存储芯片中 主要是DRAM内存芯片 NAND闪存和NOR闪存 三者的占比分别是56% 41%和2% 赵益创新选取了占比最小的赛道 NOR闪存 作为自己的主战场 赵益创新的存储芯片中 NOR闪存占比是70% DRAM占比18% 其余小部分为NAND闪存 从历史的市占率来看 公司NOR闪存的全球市占率 从2012年的3.4% 提升至2021年的23% 排名升至全球第三位 份额提升有两大原因 第一 国际巨头退出中低端 NOR闪存市场 并且将产能优先分配给 NAND闪存和DRAM闪存 第二 2019年苹果AirPods的销量爆发 相对整个存储芯片市场 NOR闪存属于利基市场 虽然占据了不错的市场份额 但是为了寻求增长 必须要拓宽品类 赵益创新采取了两步走 第一是在2013年进入到MCU市场 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单独说 第二是在2020年 投资合肥常新 以代销加自研并行的方式 切入到了市场空间更大的 DRAM内存市场 这次依然是选择了利基产品 也就是从主流规格当中 推移的产品 目前DDR3及以下 都属于利基产品 虽然都是利基市场 但是因为DRAM的市场规模 是NOR闪存的30倍 DRAM利基市场的规模 约为90亿美元 而NOR闪存的市场规模 只有不足30亿元 其实在存储芯片选择利基市场 不只是赵益创新 独创的战略 目前NOR闪存排名第一的台湾厂商 华邦电子 以及另一家国产厂商 北京军政 也是同样的策略 这也是由存储芯片的市场格局决定的 存储芯片 尤其是DRAM内存芯片 高度集中 前三名的市场合计份额 在90%以上 其他小厂商与前三者相比 都像是蚂蚁和大象的差别 接下来我们通过同业对比 来看一下产品的竞争力如何 NOR闪存的产品核心竞争力 是产品的制程和容量 当前制程基本停滞在 较为成熟的45纳米 而主流的制程 仍然停留在55纳米 造一创新的55纳米工艺节点 已经全线量产 在2022年年中 55纳米出货量的占比 已经接近70% 并且正在推进 45纳米制程工艺的研发 华邦电子在2015年 已经实现了46纳米的量产 比造一创新稍有领先 考虑到这一领域的技术制程 更新迭代的速度较慢 有利于国产厂商的追赶 在产品容量方面 两家厂商不相上下 说到这里 我们对造一创新的 存储芯片业务发展战略 做个总结 避开与国际大厂的竞争 选择立基市场 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在中低端市场 已经是国产厂商的龙头 但是在高端市场 与国际巨头的差异依然较大 存储芯片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为了平滑业绩的波动 下一节内容 我们来看 造一创新的另一个 增速比较快的产品 为了平滑 存储芯片业务的周期性 造一创新选择了 哪一个产品线呢 MCU又称单片机 是将CPU的频率和规格 做适当缩减 并且将存储器 定时器 计算器 驱动 以及各种输入输出接口 集成在单一芯片上 形成的芯片级计算机 自2013年产品推出 到2022年上半年 MCU是照一创新内部 业绩增长最快的产品线 营收占比 也从2020年的17% 提升至37% 高速增长背后的原因 有两个 第一 缺芯潮 由于供应紧张 全球MCU市场 在2021年量价齐升 照一创新的 MCU制作工序有两种 一种是主流的 嵌入室内存 需要借助台积电代工 另一种是 系统级封装模块的方式 不需要代工厂 就可以快速生产 借助后一种制作工艺 公司的MCU板块 在缺芯潮背景下 实现了快速放量 但这样的快速增长 是不可持续的 再加上封装形式的 制作工艺 性能相对较低 产品也只能用于 可穿戴设备 家庭安防等消费领域 后续公司MCU的出货量 将回到比较正常的水平 第二 新产品问世 2021年公司推出了 电机驱动芯片 和电源管理芯片 2022年 WiFi MCU也开始批量出货 扩充品类 对于MCU的业绩增长 是可持续的 MCU的下游应用 以汽车 公控 和消费电子为主 但是全球市场 和中国市场 稍有不同 全球市场的下游应用中 汽车 公控 和消费电子占比 分别是36% 34% 和19% 而在中国市场 对应的占比 则分别是 27% 34% 和25% 国内消费电子MCU的占比 比较高 中高端的工业领域需求结构 与全球类似 但汽车MCU 与海外市场的需求 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市场格局方面 MCU全球市场 也是高度集中的 前五名的合计市占率 是76% 在更高端的车用MCU 前三名合计市场份额 高达70% 其中瑞萨电子30% 恩智浦26% 英飞0 14% 照一创新的全球市场份额 只有1.3% 并且以工业领域为主 车用尚未大规模量产 根据公司最新的公告 40纳米车轨级的产品 已经面向多个 一级供应商和ODM客户 进行推广 对于照一创新 在MCU产品方面的竞争力 我们可以从产品性能 和产品品类两方面入手 在主要的产品性能上 比如品率 内核 核位数等 照一创新与国产厂商相比 优势明显 与国际巨头相比 在工业类的MCU性能接近主流水平 但是高端产品还存在明显的差距 从产品的品类来看 照一创新的产品型号 目前有400多种 基本实现了对主流应用市场的覆盖 但是与国际厂商 千种以上的产品型号相比 还是偏少 两大产品线 我们都了解清楚了 接下来 我们看公司未来的增长动力在哪里 在了解了照一创新的产品竞争力之后 我们再来看未来的增长动力 先来看存储芯片 诺尔闪存的市场 分为存量和增量 前面提到的 当前诺尔闪存的市场规模 只有不到30亿美元 但2006年是110亿美元 在存储芯片的占比也有19%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一市场规模 不断缩水呢 主要是智能手机的兴起 都是闪存芯片 在2007年智能手机兴起之后 诺尔闪存的份额 逐渐被NAND闪存所抢占 两类产品在技术上是有显著差别的 具体差别体现在容量和单位成本 从容量来看 诺尔闪存属于代码型闪存芯片 它主要的特点是应用程序 不必再把代码读到系统中 而是可以直接在闪存内运行 所以诺尔闪存适合用来存储代码 以及部分数据 可靠性高 读取速度快 在中低容量应用时 具备性能和成本上的优势 而NAND闪存 主要功能是存储数据 通常用于512兆到16G 甚至更高的容量市场 随着智能手机的功能增多 对数据存储的容量相应提高 智能手机厂商如三星 逐渐使用NAND闪存 来替代NAND闪存 从成本来看 NAND闪存 体积只有NAND闪存的一半 可以在给定的尺寸内 提供更高的容量 单位成本也更低 基于上述原因 NAND闪存的存量市场 主要停留在功能手机 未来 这部分市场也会进一步萎缩 近两年的增量市场 主要集中在 无线耳机和汽车电子 但汽车电子中 用到的存储芯片 依然是以 内存和NAND闪存为主 综合来看 NAND闪存的整体空间并不大 D-RAM闪存 则要重点跟踪 车轨级的放量情况 再来看MCU MCU就相当于 嵌入到电子设备当中的大脑 它的增长 主要跟随其终端应用的增长 总体而言 下游各类产品智能化的大趋势 将对MCU的稳定性 算力 复杂环境应对能力 等性能 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行业层面 汽车电子和工控 是未来MCU的主要增长来源 消费电子中可穿戴设备 也将提供稳定的增长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 公司整体的业务布局 从布局来看 赵玉创新和台湾的厂商 华邦电子是最相似的 赵玉创新的业务布局是 基于诺尔闪存 布局MCU 加传感器 加DRAM 三大业务 构建MCU商店 华邦电子的布局 基于诺尔闪存 布局立基MCU 加立基DRAM 开发MCU平台产品 两家公司的业务方向 都强调了平台 瞄准的是同一个方向 物联网芯片模组 这其实也是物联网产业的核心环节 一个典型的物联网终端 核心的芯片主要是传感器 加MCU 加信号芯片 此外还包括有存储器 射频 电源 电池管理 等功能芯片 物联网终端设备具有多样性 单一产品无法满足需求 所以MCU也需要多品类 这也是两家公司 都强调平台的原因 从更长远看 两家公司未来的核心驱动力 和重点的布局 都在物联网市场 体体教育创新 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 在存储芯片领域 公司遵循立即战略 避开激烈竞争的高端市场 在诺尔闪存站稳后 切入到DRAM内存 相对国产厂商有优势 但高端产品已国际龙头 差距明显 未来增长的重点 可以关注车用DRAM 第二 在MCU市场 构建MCU商店 主流MCU的产品性能 基本达到国际水平 但是高端车规级差距较大 品类多样性方面也有待提升 第三 存储芯片和MCU并不是完全割裂的 两者都是物联网芯片的核心组成部分 公司更长远的业务布局 是在物联网领域